我在2018年決定完成兩年前的願望 確定行程 買其裝備 挑戰海拔5364公尺的聖母峰基地 一下飛機 看到周圍7000公尺以上的大山 包圍著我 夢寐以求的旅程即將開始了 見到翔島淑敏 他是在地的雪霸人 重裝都要靠他背負 我呢 負責好好走完全程就好 第一天從海拔2610公尺的Pubiting開始爬 路況良好 有步道 有階梯 就像台灣爬御山一樣 未來7天內必須爬升3000公尺 一天要走7到8小時 走路的時候除了欣賞風景 每天都想著要吃什麼 我很習慣用手抓飯吃 吃不夠還可以一直加飯 不過高山慣喜很麻煩 山屋要額外收費500盧幣 大約花新台幣100多元才能洗一次澡 常常洗到一半就沒熱水 在零下3度的山屋就像在冷凍庫裡洗澡 整個行程中最多連續10天沒有洗澡 第五天我出現所謂的撞翔期 強烈高山症反應像不斷被人撞擊 身體又輕飄飄的四肢無力 晚餐簡單吃了幾口番茄麵 回到山屋又將全部吃下的湯麵吐出來 然後就是插到我在晚上睡覺 還夢到自己回到在基隆的老家 然後我媽還叫我去吃飯 然後我想說回到家了 然後要下樓 我覺得你要吃東西的時候就突然醒來 就醒來想說幹 我又在睡袋裡面 然後那時候肚子很餓 然後我就想說拿旁邊的那個 因為我記得我有帶Sneaker 然後我就隨便打開一個藥吃 結果幹咬一口他整個 他整個結病 後來吃了降低高山症反應的藥 才稍微緩和一點 隔天清晨五點起床 又繼續八小時的爬山 路旁石碑是紀念在此上命的登山客 他們不斷勉勵著我前進 從遠方看著聖母峰 我只能咬牙苦撐 第七天起床後 逐漸適應高度 身體狀況非常好 前兩天的高山反應 好像不曾發生過 最初的念頭到現在 我準備了兩年 從自主訓練到攀登百月 都是為了現在的每一步 終於抵達基地 讓自己站在聖母峰三角下 抬頭就是我和聖母峰最近的距離 沒有歡呼狂喜 只有靜靜地坐在石頭上 享受與聖母峰獨處的時間 會期待在聖母峰的時間 和聖母峰在聖母峰 在聖母峰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